四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深耕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夕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马上就圣诞节了 贝贝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假期计划 可以啊 我今年的圣诞节跟以前一样 就是全家出游 找一个附近的地方去酒店住个一两天 我也是 其实我的圣诞节 也有一个routine 就除了疫情那两年没能出去 一般到了这个节日 我都会选择去另外一个国家 一般去热带嘛 去旅行几天 因为加拿大冬天太冷啊 就是这个冬天 趁这个中间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换一换季节 换一换心情 攒一点能量才能把剩下的冬天给过完 有一点要出逃的意思 就周围的外国朋友 他们过年的时候跟我们在国内是一样的 就他们会找这个家人一起聚餐 过那过春节的时候差不多 但我觉得我来到这边之后 倒是没有入乡随俗 变成要出去度假 可能是因为没有家人朋友在这里吧 出门度假变成过节日的一个方式 没错 圣诞节其实对于外国朋友来说 应该和我们的春节是一样的 是一个全家团聚的一个节日 但是对于移民来说 尤其是对于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说 我觉得对于相当大部分的人来说 都没有建立到这个他原本的一个意思 因为本身其实平时就是我们这小家 一家几口人 到了这会儿还是一家几口人 就觉得还蛮凄凉的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额外的项目去度过一下 才能让自己觉得没那么可怜 对不对 是是是 到过节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冷清跟寂寞的 以前我在国内还挺嫌弃那种春节 大家喳喳呼呼聚在一起好几天 那现在反过来开始有点想念那种 很热闹的感觉了 你说的太对了 你像我我从小是生活在一个 非常长幼有序有秩序的一个大家庭 就每年到了一个哪些固定的节日 家里都会有固定的项目 比如说像清明节就一定是全家祭祖 端午节包粽子 中秋拜月这些都不用说了 到了腊月的时候 哪一天是炸鱼 哪一天是弄白岸 弄馒头 弄面条 然后哪一天是炸丸子 每一天都是有讲究的 然后哪一天这个女婿要回来帮忙 然后哪一天这个女儿要回来帮忙 就是特别有意思 其实它成了我的一个底色吧 是我到了后来其实在国外才发现 因为在国内就像你说的 每次到了春节天天走亲戚觉得还烦 然后到了国外你冷清了 然后也会有这个重新去追寻自己身份认同的时候 就是说我到底是谁 我从哪来 我要到哪去 这个哲学终极问题 我觉得在国外的十点九的朋友 应该多的时候都会问过自己 你会觉得那些小的时候建立的秩序成为了你的底色 是自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你讲到这个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节目 我们有一期播一场很没有必要的春晚 对 春晚我可嫌弃了 我就觉得特别假大空那种感觉 当我看完那期节目之后反过来想觉得 有时候这种仪式感的东西 不管你怎么不认同它 但是这种仪式感还是很有必要存在的 所以我看完那个电影之后 其实重新看了一下春晚 有时候觉得那种热热热热的感觉 其实是一种情感的连接吧 不是说它形式啊内容到底怎么样 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 你好像就有一个可以有念想的东西 有一个情感的连接 没错没错 我特别同意你说的 还是也是咱们以前聊到的 像你移民刚三年 我移民已经比你多了一个十年 我们的对待国内的这东西的态度 其实也不太一样 你像现在我一提到春晚 其实我已经完全摒弃了 对他那些批判啊什么东西 说有啥和批判的呀 大家能在一块乐呵乐呵 已经挺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反过来 如果我们真的去探寻一下 就是说节日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设置这些 节日 其实就是比如说 从古代开始 我们一个族人 每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节点 不管是农忙还是农闲 大家聚在一起 来建立一种 彼此的信任和链接 然后为了庆祝一些好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有它的意义吧 只是说现代社会 我们可能是过得太快了 它的这个意义有所被我们遗忘 我现在在国外之后啊 经常他们说 不能让小孩子忘记 传统节日啊这种 所以呢到了这种节日 我还会说 形式化的稍微走一下 但其实我自己因为在国内也没有那么认真的过这些节日嘛 也就是吃点东西 然后跟家人会跟我们说啊今天是什么节日啦 所以来了这边之后也是可能形式化的过一下 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在这边既可以过中国的节日 然后呢也可以过他们西方人的节日 所以呢一年里面好像能够庆祝的日子多了一倍的感觉 这小孩子也挺开心的 就是一到节日他们就可以有各种要求 要买这要买那要去这玩去那玩 是的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方也有一个谚语 就是说要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的力量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我们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中长大 所有的东西给到我们都是不自觉的 都是被动的 不管就像刚才说的什么节日吃什么 什么节日有活动 总感觉家里面有爷爷奶奶 或者再上一辈的爸爸妈妈他们那一辈子 那一辈去操劳 但是现在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 我也会有这样的 刚开始刚来这儿说 哎呀不行 我要给我孩子中式的仪式感 但是时间长了会发现这个东西感觉很 很困难拎不动 你就发现原来这个仪式感不是你硬给孩子的 你硬给孩子 他会说妈妈今天又要折腾什么呀 他不太理解你的这个东西 像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只学到了它的一个型吧 还没有学到神 因为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孩子 其实他们是缺失了这个土壤的 像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学社会学的课程 包括前两天我看你分享李一诺 他们现在在建立的那个医土教育 他们说嘛 就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 所有的学习都是社会的 就是他英语就是social 是social来的 作为social就是一定跟别人在建立 链接的过程发生的 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就独立能搞定了 像我们这种移民 其实你来到一个新的社会 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断裂和重新链接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 你说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肯定得到了很多好的东西 我们得到了好的空气 好的水 环境 教育社会环境 但是我们其实也失去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小文化传承 仪式感 自我认同这类的东西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拎不动的感觉 我也有同感 就是你好像想去把这个节日过好 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这种传统的节日的魅力 实际上因为你自己本身 之前在国内也都是长辈去拎的 长辈教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其实自己没有去主动的说 要去过这个节日 所以当你到了这边之后 你变成一个要主动去过这节日之后 你发现 好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弄移民朋友 如果家里有长辈的人 他们会把这种传统节日过得很热闹 因为长辈他会去拎这个事情 但我们这一代感觉因为这些仪式感都已经很弱了 包括连结婚的这种仪式感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很弱了 都去捋个游 也不办酒席啊什么的 对吧 我现在另外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相对于这种中国的传统节日 反而我内心更加喜欢的是唐诗诵词 所以我现在反而说 对那个节日没有那么在乎 但是比较在乎说 孩子们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心跳 所以我每天早上会让 我的孩子学习一下唐诗 当他们在学的时候 我在旁边做家务啊 做早饭的时候 我每次听到那个他们念出来的那些句子 我就会感叹说 哇这个真的意境太美了 所以我现在相对于节日 拎得动的 也自己特别开心 愿意去拎的 就是让他们学唐诗跟宋词 对 我觉得你家孩子真的很棒 因为我家孩子在我每天努力坚持的情况下 已经是中文都快不会说了 我都快发愁死了 这疫情已经三年都没有回国了嘛 像我们以前每次回国 就当时回血充电 回去之后 不管当时遇到了什么节日 都会非常大张旗鼓的去过 也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一个心理吧 但是现在没回去了 这个断裂就更加明显 节日什么的别谈不上 中文都已经快不会说了 不过我们谈到像学唐诗这些东西 其实它更多的是个家庭教育的东西 就像刚才说我们和社会的链接应该都是一个 是一个social的过程 其实不管在家里面学习 还是一个相对孤立的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要伸出自己新的触手 想去建立新的一个链接嘛 我也在想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自己新的一些家庭传统 比如说现在一到12月份 我一定会带孩子们去看一场胡桃夹子 虽然觉得很微弱哈 但是我看胡桃夹子 就12月份圣诞季看这个兽 也是这边老外活动很喜欢的一项活动 我也尽量会带他们去 就知道到了圣诞的时候 他们在谈的什么故事 我们在谈的什么故事 希望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共同话题吧 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我们也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所谓的社会化的过程 当孩子脱离开家庭到学校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都是在学校完成了 我会相信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适应的要好 所以说其实我不太担心他 而我只是在担心我 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的完整 就像你刚才说的李诺的那篇文章 他说国际背景下的中国叙事嘛 然后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身上都有一个中国人标签 然后他说我们送出去的 或者我们带出来的孩子 我们当然希望他融入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 这个文化 那融入的基础是什么 他的观点是 不是从三岁开始学英语 然后成为外国人 当然我们也成为不了 而是说对自己文化的理解 和成为跨文化的沟通者 以我在国外这十几年的经历来看 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沟通者 或者说你怎么能成为两件事物之间的一个桥梁 就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非常清晰和笃定的认同 像我在国外待这么长时间 我越来越发现 我们可以和不同族裔的人在一块 共同的成长 生活 工作 我们也可以去分享我们的内在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 first thing first 第一件事 别人看到你 永远会知道 你是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 这是你摆脱不到的标签 这也是我们要用医生去和解 去发掘的一个东西吧 像我们移民要寻找的这个identity 就是身份认同的东西 其实在加拿大这个国家 我发现不管哪个族裔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要不只是我们的华裔 而春节其实现在在加拿大 甚至还不是一个法定假日 你像华裔的比例这么高 我们的这个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还没有成为一个法定假日 这件事就让我想到 前一段时间 那个温哥华不是当选了一个华裔市长吗 哇大家一片欢声雷动啊 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然后那个市长在当选的典礼上面说 这条路我们走了136年 这136年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是怎么来的 就说136年前 我们华裔来加拿大这边修大铁路 我们那个时候过来之后呢 就其实是很不受欢迎啊 加拿大政府在修完铁路之后 就想担我们走 给我们收人头税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华人确实是太坚韧了 即便收那么高的税 我们还是要来 但是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和很多欧洲移民的家庭不同 他们都是脱家带口的来 而我们就只有男人在这边交了人头税 然后默默赚钱 把钱游回中国去补贴家用 当时的男女比例是非常炸蛇的高 可能是30比1哦 30个男人一个女人 这个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他把我们的文化割裂了 所有来了这边非常非常多的人 但是他们都只是在埋头赚钱 没有发展我们的社区 也没有去建设我们的文化 这个文化割裂的过程当中 其实导致了现在 我们还没有在这个社会 很好的被承认 其实我们华人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段路要走 前段时间 其实华裔在政坛上 是百花齐放 我发现 那段时间 你们发现温哥华市场单选 然后杜伦多这边 好多华裔单成议员 包括我们的小镇叫Scott的 他也是成为我们小镇 第一个华裔医员 但是我们这里也是 小镇里面的华裔 大家也是黄声雷动的 大家都很开心嘛 然后这个Scott发现 他以前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小孩所在的学校 他去做这个校长的思想工作 然后呢 在我们春节的时候呢 那个学校会组织 跟春节有关的活动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我觉得 所以可能以后不久的将来 也许在这些华裔议员的这种 推动下 说不定不久的未来 我们这个春节 也可以成为一个法庭假期 是的 就从这个议员的这件事来看 就发现 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 绝对不是孤立的 应该每一个在这边 待得久的移民 他都有相似的顾虑 而这位议员 已经用他的力所能及的力量 去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展 我相信对于他的小孩来说 应该蛮幸福的吧 至少他的父亲 给他创造了这么样的一个环境 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要去应推这个过程 我们刚才其实 不管是在讲这个节日的问题 还是在讲这个文化的事情 其实到最后 还是落实到这个自我认同的问题 不管去在国内 在国外 每个人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如何去自我认同 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 去很好地融入 并且把自己的独特性带出来 去影响这个环境 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这个播客 建立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更多的 像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说有很多朋友 想来加拿大这边吧 你们可以更了解 来到这边的人 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他们有什么样的心声 也可以希望帮助你 更好的做出一个判断 包括我们自己吧 贝贝 我们也做了这样的选择 我们要此心安处 事五乡吧 希望我们也可以更好的 能够融入这样的环境 然后自我认同之路 走得更坚实一点 好了 那今天的播客 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们有关于节日 文化或者是 自我认同方面的共鸣 欢迎给我们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不要错过加拿大 下期再见咯 谢谢大家 我和贝贝在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圣诞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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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